她是王赫蒂口中唯一的女神,她是赵天宇自曝的理想性,她是小悠悠用表情赞叹的美人,她就是迪丽热巴,不仅拥有一眼万年的神眼,还有那光吃不胖的魔鬼身材,人谁看到她不说一声瞎目的,美商持续在线的她,频频为大众带来视觉盛演,每次的红毯造型都能出现,因此人色外号,定弹神针。 除了美貌之外,热巴的演技也在不断进阶中,那么看似完美的热巴,全内人究竟如何评价她呢? 热巴的老板前好有大秘密,对于热巴有提携之恩,可以说热巴是杨米一手带出来的,带着她出演《维时代古剑奇谈》还举接热巴出演《克兰恋人》,然后热巴的名气才越来越大。 在多年前的一次某采访中,杨米公开谈到迪丽热巴并讲述了私下的她,到底是一个什么性格的人,她说到,迪丽热巴也在我们公司好消停多年了,长时间接触下来觉得人品,工作态度真的都挺努力的,在她身上也看到了很多火力,就会跟她互相学习。 而当热巴被问到,想和谁搭档出演双女主巨事,热巴也毫不犹豫回答密解,两人在快本和提示,热巴更是直接公主抱养蜜,可以看出统公司两人的关系一时亦有。 所虎雷在极限挑战中,见到热巴那一眼,就止不住单身,更是在微博直接发文,发现了一位演技很棒,颜值也很高的女演员,她一定是个汉子,欣赏,加油,关注。 在综艺奔跑的中,队长邓超对于小迪也是颇为照顾,他是这样评价热巴的,他是一个有个性可可爱的小迪,作为学霸的邓超,经常会词汇缺乏,这也是众所周知的事情,不然学霸这个名声也不是那么容易获得的,特别是在VR发梅里之后,这个段子就流行了。 终于终于小白的热巴首次作为常驻嘉宾参加跑男时,邓超经常站在迪丽热巴身边,一直在缓解迪丽热巴的紧张,看起来很暖性,还是不时cue热巴,增加热巴的存在感。 又是提问热巴全名是什么,又提议小迪跳舞,看似好像为难热巴,其实都是在为迪丽热巴拉戏份,帮他更多助镜,让观众朋友更多的了解他,认识他。 小迪肯定感受到前辈们满满的照顾知情,而在今年暑期档的大热剧《你是我的荣耀》中,杨阳对于热巴的欣赏那是易于言表的,不论是因为两人在剧中的甜蜜搭档狂砸狗粮,还是的剧外售后采访时的高天售后,成功让剧民们入戏了,都期待着荣耀夫妇的二大。 杨阳也是透露,你是我的荣耀杀亲后,有机会还想继续和热巴搭档,因为这次与他搭档让他觉得十分放松, 每次休息时他总能从包里掏出零食,感觉就是个白宝箱,什么零食都有,下次与他搭档一点压力都没有,哈哈,这原因也是让大家笑翻。 在另外一次采访中,迪丽热巴和杨阳互相评价对方,杨阳称迪丽热巴完美符合《你是我的荣耀》中的设定,就是巧晶晶本人。 而迪丽热巴也说出杨阳笑点滴这件事,两个人有说有笑,场面特别欢乐。 对于杨阳评价迪丽热巴巧晶晶本人这件事,不少网友表示杨阳真像了, 说起你是我的荣耀中巧晶晶的人物设定,其实还真的完美符合迪丽热巴, 巧晶晶是娱乐圈中的当红顶流,家与户晓的女明星,完美符合杨阳的那句随处可见。 对于大明星巧晶晶的描述,其实很多还是比较提合娱乐圈的, 比如为了游戏代言,巧晶晶硬是从一个小白一路疯狂练习战术, 最终在众人面前展现游戏技术,比如巧晶晶在截剧本的时候, 是真的还原了剧中剧,又比如巧晶晶的家中, 堆放着那么多美丽和时尚的衣服,从热巴饰演的巧晶晶角色中, 有很多细节仿佛能让我们看到一个真实的敌力热巴, 比如奶磨的声音,唱着蔡文鸡之歌, 在家里每次见鱼途,都是跑来跑去的, 感觉巧晶晶都要控制不住体内的敌力热巴了, 或许这是因为电视剧中的巧晶晶与现实中的敌力热巴相差不是那么大, 才让杨阳说出这样的话来,在讹厂未提为采访中, 当问到荣耀夫妇首次合作时,杨阳称赞敌力热巴性格火拨又可爱, 很机灵又有点皮,在拍戏的过程中也会给出意想不到的反应, 让两人一来一往对系,火花十足, 杨阳还爆料了迪厉热巴调皮的趣事, 有次热巴拿着一个高级品牌的蛋糕, 到片场跟大家分享, 杨阳表示一看到那个名牌蛋糕就想说, 哇这个蛋糕一定很贵,很好吃, 结果吃完觉得口味一般般,但也不好意思说, 后来才知道,原来热巴只是定做了名牌Blogo的造型翻糖, 但蛋糕体只是普通的蛋糕, 听到杨阳的爆料,迪厉热巴海羞承认自己的顽皮, 这两人也是拍戏排出的好感情了, 不过,热巴提到在合作杨阳之前, 以为她是一个话不太多,很安静的男孩, 但合作后才发现, 其实跟想象中相反, 热巴爆料,杨阳的笑点满低的, 她会不识狂笑,特别活泼, 仰光的男孩, 跟剧中角色与图性格完全不一样, 两位主角的互相爆料, 可以看出两人的私交是很不错的, 在你是我的荣耀之前, 三十滴滴和热巴合作, 场歌行, 本以为两人做相隔七岁的年龄差, 很难产生CP感, 没想到在该剧播出之后, 立马变成了真香现场, 果然长得好看的人, 都会有一种莫名的CP感, 热巴和吴磊不但外表看上去很般配, 狼歌人剧中的表现也很默契, 演技受到了不少网友的一致好评, 之前吴磊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与记者聊到了他眼中的迪力热巴, 吴磊说热巴是一位非常专业的演员, 人特别好, 别看他有着很酷的一面, 但是也有小女生的一面, 有时候你会觉得这个人怎么那么幼稚, 拍起的时候会被一些奇怪的事情吓到, 比如小虫子, 还会分享各种风扇, 并对每一种风扇进行一番评价, 吴磊说在与迪力热巴的合作过程中, 两个人很默契, 虽然热巴生活中有幼稚的一面, 但是拍起信来却很认真, 他会跟吴磊去聊自己对整个角色的想法, 在吴磊的眼里, 他就是李长哥本人, 在笋的角度来讲, 他们又是情比尖尖, 非常懂对方的人, 爱丽丝们听到吴磊口中的迪力热巴事, 也都纷纷表示赞同, 在红毯上迪力热巴就是霸气的女王, 但是私底下就是一个很可爱, 甚至有点呆忙的小可爱, 那种超级反差的猛感, 真的是藏不住了, 一面拥有高冷的脸, 但是说话却是奶糊糊的, 这样的女生谁能招架得住呢, 长哥行收官后, 曹琪月发文感谢了剧组, 也说了对每一位跟他和有合作的演员的印象, 所以对迪力热巴的评价也被划重点了, 在曹琪月的长文中, 我们看到他用了一段话来评价迪力热巴, 首先是关于颜值, 曹琪月说, 迪力热巴的真人很漂亮, 就像是仙女一样的存在, 第二是性格, 人气超级高还是主演的热巴, 在剧组也没有架子, 性格随和不说, 而且对人对视也特别特别好, 可见私下的迪力热巴真的是个神仙女孩, 剧中的李长哥用自己的善良全粉了不少的姐妹花, 剧外的迪力热巴不仅随和还好性格, 跟这样的演员一起合作演戏, 曹琪月也都觉得很幸运, 从曹琪月的评价中, 我们也能知道, 现实中的迪力热巴是个性格很好, 对工作认真的女孩, 这就够了, 这些圈内人对于热巴真实的评价, 可以看出热巴不是那种高冷的美人, 而是亲和力满分的较低, 除此之外, 热巴今年和大热的两位男性, 龚俊和任家论均有合作, 和龚俊合作的安乐传一截杀青, 此句讲的是热巴饰演女主任安乐, 在调查家族猛冤真相时, 得到龚俊饰演太子汉叶的上市, 二人一路过关斩将, 努力为百姓创造一个和平盛世, 最终赢得显胜, 女主也为家族洗尽了冤屈, 此句整个故事主线更为明朗, 不再重点关注男女之情, 而是将整个格局打开, 塑造出两个心怀大意的人物形象, 与此同时, 任安乐这部剧虽然由三位导演共同指导, 但是每个导演都实力非凡,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马华干和程子余导演, 两人曾合作指导的山河令, 不仅口碑极高, 也成功捧红了龚俊, 不看别的只看这良心的制作, 还原小说的加持, 三位导演的偶心力血, 以及热巴和龚俊两位人气演员的加盟, 这部剧就已经充满了爆款的气息, 热巴和任嘉伦主演的《玉娇记》, 此剧也已经煞情, 热巴在此剧中, 饰演《玉娇士气云和》, 此剧的预告片真的很精彩, 也很吊人的胃口, 热巴的造型, 其实跟一望出演的电视剧, 没有太大的变化, 但是隐约中可以看出来, 这部剧中的热巴, 面对爱情的时候更加的主动了, 而且超级霸气和美艳, 任嘉伦的变化可以说是非常大的, 国超以前出演的大多数, 都是有点类似于霸道总裁的类型, 这次出演的《焦人族》, 不但是对加伦的一种挑战, 更是一种突破, 此剧算是迪丽热巴和任嘉伦的首次搭档, 两人都是属于流量和话题都非常高的人, 所以这部剧可以说是强强联合, 热巴不仅在圈内拥有好口碑, 而且还在不断提升自己的演技, 这样美丽又上进的小姐姐谁能不爱呢, 欢迎大家来不断套扰小编, 为大家提供一线的娱乐观小编再次不辞, 大家的人可就是小编更新的动力哦, 好了,本期内容就分享到这里, 欢迎宝宝们来评论区一起留言讨论, 我们下期再见,